碧绿的湖水 秀丽的群山 鲜美的鱼肉 一望无际的人工林 形成了查尔森镇独特的旅游资源 那么这些美景的保护与打造离不开我们查尔森镇党委政府的努力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就邀请到了查尔森镇的镇长王寅宝来为我们揭秘 查尔森镇是在如何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同时打造旅游业 王阵长你好 咱们查尔森镇的总土地面积是多少 然后咱们适合开发旅游的这样的一个土地有多少 查尔森从土地面积为837平方公里 其中林地是37万亩 草地为34万亩 适合开发旅游资源非常多 这些旅游资源可以为我们查尔森的老百姓带来非常多的一个经济效益 现在已经给咱们的老百姓创造了经济效益是吗 对对 户均征收了一万左右 然后刚才我看到咱们这个敖鲁山的西侧有一个戒碑 上面写的是查尔森国家级森林公园 咱们这侧是咱们的国家级森林公园是吗 查尔森的国家森林公园是点字望式的 分布在三四个地方 现在我们目前看到的东侧是我们查尔森国家森林主要一个分布的地方 还有我们西山这边还有国家森林公园 包括水湖北侧的巴达卡村 还有一片是国家森林公园 咱们是三片的 对 查尔森镇以国家森林公园为主题 以旅游业为主 主要是以保护生态为主 开发这个国家森林公园一个深度游的一个体验式的一个旅游小镇 那这里面可能有肯定的好玩了 这些娱乐项目和娱乐设施 对 那除了咱们这个敖鲁山还有这个国家森林公园之外 咱们这个湖西还有什么其他景区吗 你们可以沿着这个我们查尔森黄湖路 行驶十分钟左右 可以到达我们国家三亿级景区 西安蒙古堡 可以在那儿体验到一个草原的一个深度游 那一片就是什么 是 是 那好的 我有点迫不及待了 那我们就先去那边体验一下咱们草原深度游 好的 如今 我找到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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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